好,開始 我就想到我舅舅在當兵的時候 他們都用著兩條繩子 然後把它混綁在一起 然後再把衣架放進去 這樣子 因為繩子也是用螺旋的主要 所以就掉一架也會補負 但是只要有風一吹 所以它掉一掉就會隨風擦著 然後就會捲成一環 使上衣服很難收起來 所以說你就用了螺旋圓理去解決它 舅舅我的方法是用螺旋圓理 然後我們就想一想 我們研發出這種生意架 生意架的這種方法就是 也是用螺旋圓的方法 讓它可以穩固的殘落在 這個生意桿上面 因為這種螺旋的方法 就是 裝了風吹 然後人為虛意去動 它也是不會掉落 而且風如果大一點的話 它反而抓了 抓的那個桿子的牢固性就越高 因為這種轉的力道 會有產生硬力擊中的問題 然後我們想一想 就是想出了螺旋圓可以分散這種硬力的問題 它可以使硬力分散在很多地方 就是把它擴散掉 然後使這個 塞感不易更免 這種塞感 既方便 而且又可以 可以很 輕鬆的這樣上手 也可以塞 塞這種 抹布 很方便 這樣衝過去 跳走 這樣就好了 還有 襪子也是一樣 衝過去 因為襪子有彈性 所以衝過去之後 你可以勾在這邊的角落 反折勾住 那就不會亂動 這種 螺旋很高